朋友们好 我是李洪宽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热电话题 一个你看看咱们的封面 习仲勋的陵墓被人挂了一个条幅 我仔细看了一下 这个照片不像是批出来的 像是真的 这个照片传着传着呀 就在国内的微信微博呀 这个TikTok都不让传了 我把它用作封面 让大家看一看啊 这个横幅的内容很尖锐呀 就是抗议习近平这个缺德这个政策 要把坟给平了 要把树给砍了 把森林砍了 然后呢 种粮 开始种粮 你平一个坟 你打十斤粮食 十斤粮食值多少钱呢 你至于把这一家人 把一个族的人给得罪了吧 这个都是 不知道谁给他出的搜主意啊 这个是非常不治啊 非常荒诞 一方面要恢复 什么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你复兴个屌啊 中国人民最在乎的这个祖坟 你都给人家平了 而且没有什么理由 而且这个退临还耕就更荒唐 我看到一个视频啊 一个小伙子拿了一个很好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去据一个大树啊 一个一个一个 已经有这么粗的一个啊 对半米直径吧 50公分直径的一个 湖阳树 在沙漠里边 注意啊 我们每年都号召植树种林到沙漠里去种树 你种100棵 好多树啊 好多地方只能活一棵 有的地方一棵都活不下来 这个树都已经长了 这么大了非常不容易啊 你在那儿啊 他也不爱着谁 那个地方本身就是沙漠 你把它聚下来 他这个他也 他也不能种庄稼啊 可是现在就是一阵风啊 共产党执政就是一阵风 就像抽风一样 今天砍树就砍树 明天再种树 后天可能打狗啊 再后天打猫 反正他就是瞎鸡巴搞 这个你要是不看这个视频呢 你可能以为我说的不行 我借这个机器给大家分享一下 咱看看我还能找到没有 今天有很多大事啊 我待会要讲 讲这个克里木林公 谁要来炸这个普京 有各种说法 好多种说法 咱先看看普京这个克里木林公 这个 这个是截屏照片 咱看看这个 咱看看这个视频啊 你说这个视频拍摄角度 他怎么这么巧呢 啊 就是这个 谁设计的这个爆炸 摄影团队很敬业 拍得很漂亮啊 沙漠里边 这个胡杨树可能得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这小伙干活很漂亮 这个树也不是个材料 只能当柴火烧 你把它砍了干什么呀 右下角群众留言区一片骂声 现在有九千多个留言 全部都是骂 说这个树挨着你什么了 你为什么要把它锯掉 这么好的一个树 这么好的一个树 你把它锯了 你锯了住这个地儿 这个地一点又都没有 又是啊 这个风沙从这儿吹过 这是共产党 就是邪恶 这共产党这个制度啊 邪恶 他制定一个规定一个政策 一来 你没有任何监督机制 他胡搞 这个你说 哇操 所以这是 就是逆天而行 所以退林还耕啊 现在 他要把树砍了 而且有的地方呢 是把农民已经种的东西 有的葡萄已经结了葡萄了 再等一两个月就可以收葡萄了 他给人全给人拔了 好多庄稼 他全给人家破坏了 太邪恶了 不知道谁给习明出这个逐利啊 就怕人民不造反 就怕人民不学陈胜吾广 就怕人民不学李自成 这就是瞎胡搞 说到一个人民造反啊 人民造反呢 导致人民造反 不是一个因素啊 有好几个因素 至少得几十个不同的因素 凑齐了人民才能造反 这个因素的多少和 这个 执政者和习近平 和皇帝国王的准备程度有关系 如果他有非常好的这个 这个这个啊 这些刀袜子啊 就天天在刺探民情 天天搞撒盘推演 把各种有可能人民造反的因素 全部消灭在文雅状态 这种情况下 人民造反比较难 这就涉及到一些 怎么理解革命爆发的条件凑齐了 这个问题 这个是不确定的 不同的历史时期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统治者 都各有各的条件 所以说 你不能说王继三推荐了一本书 什么旧制度与大革命啊 托克威尔写了一个说 这个啊 这个这个统治开始松动的时候 恰恰是革命最容易爆发的时候 这只是其中一个变量 还有很多变量托克威尔他没想到 托克威尔说的这句话对不对的 你不能说他错 他是一个基本常识 但是常识从来就不是真理 很多时候常识 根据常识做的判断 得出来的结论 是错的 是不准确的 这个道理大家能懂吗 我点到这儿应该有一些人 受王岐山误导的那些人 把这个托克威尔这句话 当成荆轲玉利 那就很荒唐了 因为这个例外很多呀 大家想想 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 秦朝的统治是放松了吧 你翻翻历史说你这放松什么了 没放松 李自成 杰根起义的时候 这个 明朝的同志放松了吧 没有 根本就没有 朱元璋造反的时候 朱元璋是加入了郭子兴 就郭子兴他们造反的时候 小明王的爹造反的时候 统治者是不是放松了呀 对 圆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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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起义 人民造反 倒是符合 托克威尔讲的这个情况 什么原因呢 因为蒙古统治者呀 他统治了八九十年之后啊 他的皇帝 元晖帝 他的皇帝变了信仰 他改信 藏传佛教 哥马巴那个流派 这个不是达赖那个流派 是另外一个 是叫皇派还是叫什么派的 反正就是哥马巴那个派 第三代传人 被这个元晖帝 他就是信这个东西 想拜他为师 人家这个哥马巴三世还不太愿意 但是他真的信 仁慈啊 对于人民有仁慈 发大水 黄河泛滥 就是咱们山东这个地方 河南山东河北这个地方 人民没饭吃啊 那个时候呢 朝廷皇帝派了赈灾粮食 给大家发粮食吃 别饿着 他出于一个好心 他出于一个好心 就说我既然发粮食吃了 你也没事干 装着地也种不了 你不如做点义务劳动啊 你把黄河给我修好了 把这个地坝给我补上 那就是你做点 到黄河上去做点义工 你现在的话讲 朝廷给你发粮食 对吧 你回报一下 你去修黄河 对 拒了好几十万农民去修黄河 这一下被革命者钻了空子 革命者就学着陈胜吾广造反的那个招数 就说 要造反了 元朝的皇帝到头了 我们汉人该起来了 该闹革命的时候到了 所以元末农民起义就这么来的 完全是因为皇帝的一片好心 很不容易啊 注意啊 这个赈灾的时候 这个赈灾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学问 你赈灾发放救济款 发粮食 要不要让他劳动 这个是一个大学问 元朝末年 通过发震剂粮 震灾粮让农民去干活 农民 农民实际上也是不满的 就被革命 闹革命的人啊 给煽动 真造反了 这造反的过程很复杂啊 咱们就不详细讲了 说到这个赈灾的技术问题 这得讲一个人 讲一个美国的一个政治家 叫Harry Hopkins 大家记得我曾经有一天 跟你们介绍一本书 叫《克林姆林宫通信集》 就是收集了斯大林 丘吉尔和罗斯福 三个人的秘密通信 从1941年到1945年 这四年当中 决定了人类的走向 决定了二次世界大战 谁必须被消灭 那就是德国和日本 意大利必须被消灭 谁一定会胜利 那就是英美一定要胜利 苏联跟着也胜利 苏联一胜利 就攻了这个满洲国 他要报仇啊 他跟日本人是有仇的 把满洲国的这个好东西全搬回去了 工业设施拆了之后运回苏联 俘虏交给林彪 让林彪重新装备 装扮成共军 那就是 那就是打下了中北 东北被共产党控制之后 那基本上打下了半壁江山 东北太富了 各种工业设施 光那个大连兵工厂 要不然共军后来打淮海战役 打平津战役 打渡江战役 他的弹药哪来的呀 他得把日本的兵工厂给夺下来了 那个全复合 那个生产 这才能保证共军的弹药 那很多事 就是东北被共军占了之后 这个对国民政府 对蒋介石是极为不利的 那么这中间让苏联胜利 让苏联取得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成为一个重要的战胜国 这个决策 我说过 是丘吉尔和罗斯福商量出来的 丘吉尔占主动 丘吉尔说服了罗斯福 那么罗斯福当时是一个残疾人 他每天病病痒痒的 他这个身体不太好 这么重大的决策 他怎么执行 怎么决策 所以就设计了一个人 叫Harry Hopkins 我曾经讲到这 曾经把那本书还展示给你们看 我本来是想讲讲这个Harry Hopkins 讲着讲着讲篇了 我跟你们讲成了 约翰斯霍普吉斯大学了 其实这也等于跑题了 那个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罗斯福的那个最重要的战争顾问 最重要的助手 他和美国的名校约翰斯霍普吉斯大学 没有任何关系 碰巧有一个姓 这个人 这个人他是吃住在白宫 他住在白宫里面 他也经常换媳妇 换了好几个 那么住在白宫里面 他等于是跟这个罗斯福总统是24小时在一起 一下子什么概念 那么罗斯福为什么这么器重他呢 就是因为这个人 罗斯福当纽约州州长的时候 不是赶上了大萧条吧 那么纽约州纽约市都有各种救济的项目 就是从联邦政府拿着钱 发这个钱 让人民活下去 这个Harry Hopkins 这个人有独特的想法 他就踩大圆会地那个办法 就是说纽约市的人民领了救济之后 如果在家里吃完了 吃完了饭 就睡觉 看电视 那个时候还没电视 那这个他自尊心受到侮辱 这个不好 我又给他找点活干 让他去干活 领着救济去干义务劳动 修桥补路 就做这个活 这就是Harry Hopkins的德政 这个在美国 他这个一开始也是受批判的 后来被纽约州州长罗斯福看中 哎呦我说你这个好 咱纽约人虽然说受到了重创 经济危机 但是咱们的士气很高涨 人民群众还活得挺高 挺有尊严的 就说一个人啊 一个人你看他幸福不幸福 他这个尊严得以保证尊严 是非常重要的 你观察一下 现在网上各个聊天室里面 有很多中共的五毛 蒙这个面 就是天天在辱民 他既辱民又辱海外民域 又侮辱海外民运的领袖 见了就骂 直接造谣 无敌人造谣 就是辱民啊 这个帝王术当中有育民武术 其中一个是辱民 就是天天侮辱老百姓 觉得老百姓根本就不是人 就是畜生 就是猪 就是活该被虐待 就是这样的 共产党的五毛就天天干这个活 你任何一个空间的一个平台 都有大量的 误毛在做这个事 侮辱人民 侮辱民主人士 侮辱民运领袖 侮辱反共人士 把反共人士说成贼 说你是反贼 他妈的民主人士要求推动中国进步 彻底改变中国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他怎么变成贼了的 这是光明正大的事啊 批评政府你又不敢 民运人士站出来批评政府 怎么就成了贼了 所以就是侮辱吧 就是辱民吧 很多人啊 很多民运人士也他妈不懂 没有这个概念 也跟着叫 也跟着叫反贼 我就是一个反贼 你不知道他是五毛的 还是一不懂事的一些民运人士 或者是反共人士 很荒唐 所以说这个元朝最后一个皇帝 元慧帝那个思路 在中国元朝失败了 导致农民起义就扑不灭了 那个时候元朝也衰落了 这个镇压力量不够 人民造反农民起义 也是遍地开花 最后被朱元璋给做成了 我研究了很长时间朱元璋 朱元璋何德何能 这个人有什么本事 他怎么最后能成呢 我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概念 最近看到一个段子 有人说毛泽东啊 见证之后 让这个吴晗 吴晗是著名的名史专家 那个清华大学毕业 是胡适保健的 他考试不太达标 但是胡适说 这个人有专长 名史学的特别好 明朝的事他是信手点来 毛泽东就让这个吴晗写这个 朱元璋传 写了一杆 最后修改了11次 毛泽东才满意 最后是把朱元璋写成 大智大有 毛泽东才满意 看来毛泽东是自笔朱元璋啊 所以历史上朱元璋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毛泽东已经拍宝了 所以你别人写的东西 你根本就发表不了吧 所以咱们很难看到客观的 历史学的这种评传啊 评术啊 到底朱元璋他成功 成功在哪里啊 他已经社会最底层的一个草根的草根 连个名字都没有 又是文盲 怎么他就能成 这里面一定有过人之处 这玩意儿现在不知道 另外一个李自成也是这样的 李自成是毛泽东也是 一定要把李自成塑造成一个正面人物 所以中国只有一个人敢写李自成 那就是姚雪银 姚雪银是文革当中毛泽东 钦定的 唯一的一个李自成的传记作者 所以李自成当然是大英雄了 我靠那他妈的 韦光正啊 比共产党还高大 那就是不是真相 但待会再 我有机会的话 讲讲这个李自成挖祖坟 其实这个明朝之所以灭亡 崇祯帝 最后为了保持自己的罪言 写了罪集照 把自己的孩子亲自杀死 然后自己上了眉山 吊死在一个歪脖子树上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李自成跟他互相挖了祖坟 李自成一路打来啊 把这个全国各地那些 老朱家的王爷全挖了祖坟 都给挖了 有人说他没挖十三岭 是啊 他不是到了北京 他来不及吗 因为北京城富得很 北京的有钱人多的是啊 随便抓一个贪官污吏 一考打这个金银财宝多的事 他还没来得及挖十三岭 他就溃逃了 等他充足的时间 他一定会挖十三岭的 所以这个还好 他很快就失败了 所以李自成也是一个 非常邪恶的一个人 他把这个大明朝的皇帝 逼上了一个不可能 不照顾自己的尊严 不照顾自己家族的荣耀 去跟一个反贼去谈判 那不可能 而当时谈判是唯一可以走的道路 可以走通 那就是李自成 你别咱俩别打了 你想要什么 你要一个征锡大元帅 我给你征锡大元帅 你给我打谁谁 你给我打满清去 或者你打谁都行 别打我 别打朝廷 行吗 李自成是可以的 但是崇祯做不到 他觉得太丢人了 这李自成 我能拜到李自成的时候 我无言见人 另外他也可以逃到南方去 逃到南京 那南京还有一套县城的这个行政班子 那个都是就可以用的 就可以立即发号施令 他都不做了 就是他的心已经死了 这个和挖祖坟有关系 那这个挖祖坟 这个是中国人的一个大忌讳 现在习近平下命令 把余茂春的祖坟都给挖了 我一开始都不信 后来人家发给我一看 是 太缺德了 你这么玩的话 你习近平最后 你陕西的老乡 也得把你家的祖坟给你挖了呀 你这怎么整啊 最后你习近平 你习近平只能是走在 与人民对抗到最后一口气 就是习近平活着 就不可能犯过人民 现在就是走在这个道上 你看看退林还耕 你是扯淡吗 你中国人缺粮食吗 现在中国人谁他爸还吃粮食啊 大家都想吃点肉 吃点水果 多吃点蔬菜 煮粮少吃 你种那么的粮食干嘛呀 你那个大树在这儿 你这个大树 长点水果也行 长点干果也行 你干嘛给人民过不去 他就是过不去 北京的污染这么严重 你沙漠里面的树 好不容易长成一个大树 你干嘛要把它挖了呀 干嘛要把它砍了呀 这个跟毛泽东当年大链钢铁 他妈一回事 家里有后锅可以做饭 他有一个用处 不行砸了锅 大链钢铁最后全是废铁蛋子 一点用都没有 这是扯淡 习近平现在虽然说 生活在21世纪 他的那个思路 他的那个智商水平 还停留在上个世纪 50年代60年代的时期 他是被那个时代给定型的 估计他身边这些智谋 什么王胡宁什么 就揣摩着他的这个心思 给他出这个搜主意 你习近平想跟人民妥协 没本 你让人民原谅你 我估计人民也原谅不了你 你这太把人民往死路上逼了 所以这是扯淡 Karen Jones说 看到说成都的那片林 见识的很美 花了巨字 现在搞这个退林还耕之前 花掉的钱就打水漂了 而且下面耕地又要花钱整 还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你像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砍在沙漠上这个树啊 它根本就没有水 没有地表水 地下有可能水 有水啊 这个树 这个树长得这么好啊 就是这个 在沙漠里面这个树长得这么好啊 就是这个 这个胡阳 它这个根砸得很深 可能50米100米以下 有一个溪流 有一个水 它能在那儿吸上水 它活得很好 你在这种地方 你种庄稼 它种什么都不行 它不可能长 一般的树都活不了 所以你说这些人 哎呀 习近平要是看到这个视频的话 应该下个命令 把这个下命令 砍这个树的负责人 判刑 让他去坐牢 让他付出点代价 太荒唐了 这个 这样治国的话 天路人怨 那是太荒唐 哟 来了不少人了 有什么尖锐问题吗 准备一些尖锐问题 听不到 不可能啊 我这儿的音质很好啊 没问题 刚才可能是一阵子的 我这儿讲点敏感的 讲点习近平的这种啊 习近平他老爹的祖坟 哪天给挖了 你不要吃惊啊 这个搞法 习近平想撑地 也难 看来你们真听不见啊 能听到吗 好 咱们咱们接着讲啊 接着讲这个 这个这个普京 不要 刚才补充一下 刚才我讲的这个 克林姆林宫 三巨头通信集 那里边讲的实际上一个中心人物 核心人物 就是那个 Harry Hopkins 这个人 这个人很多决策 是他说服罗斯福做的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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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条件支持苏联 去对抗 纳粹德国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 罗斯福 其实没有自己 这个做决定的条件 他得看到证据啊 而国务院也不太配合他 所以说他就派这个Harry Hopkins 亲自去 亲自去了 苏联 去考察 看一看 那个时候 希特勒刚开始打 看看打了一个月 你能扛得住吗 注意啊 以后 台湾战争 如果真打起来的话 那么涉及到美国 决定无条件支持台湾 这个过程 这个决策 他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 他一定要派一个 他信得过的人 现在的话可能是团队啊 派一个考察团 要到台湾的战火前线去 亲自考察一下 要看看你台湾人 有没有战斗的意志 能不能扛得住 共军的攻击 你能扛得住几波攻击 我 再给你无条件的支持 我借给你钱 你用这个钱买我的弹药 直到你打胜 注意啊 这个也是有风险的 我如果贸然的支持你 最后你打败了 我给你这么好的武器 你也被共军缴获了 军事机密都丢了 这是第一 第二 我这钱也收回不了了 我就打了水漂了吧 所以说我就决定不支持你的 肯定不支持你 如果我支持你 一定支持你到最后的胜利 你现在乌克兰也是这样的 他美国支持乌克兰的话 乌克兰必须得胜利 他不胜利不可能 不胜利的话 美国北约给他的那些援助 那全部都打了水漂了 知道吗 这是从经济 算经济账是这样的 那么1941年 苏联遭受德国的攻击 美国在决定给他无条件援助的时候 那个租立法要不要给苏联帮助的时候 是派了人去苏联考察的 就是这个Harry Hopkins 这个老兄到了苏联之后 斯大林给他好吃好喝好招待 根本没到前线去 最后斯大林跟他讲什么 他就回来如实跟总统罗斯福讲 他就这么来的 所以这个人实际上是没有到前线去看 如果他到前线看能不能 做出一个决定 支援苏联也还真的很难说 因为头三个月苏联损失惨重 到前线一看 那个德军是瑞伍克党 那就说你这个苏联就 你苏联你可能扛不住 我给你再多的武器支援 给你金钱坦克 最后你还是要被德国给消灭 那我给你的钱全丢了 注意这个钱不是无偿的给 你打仗的时候是无偿的 这以后你得慢慢的要还给我的 这个Harry Hawkins 一考察被这个斯大林 唐一炮弹 用郭文贵的话讲就是蓝金黄吧 把他彻底搞定 这个老兄回去时候连没到前线去看 回来之后就 就跟罗斯福说讲没问题 斯大林的这个战斗意志很强 而且他讲的头头是道 是个大战略家 我们支持他 没错 所以就这 这个决定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但记住这个人 叫Harry Hawkins 你们要研究二战的历史 最重要的决定 美国的决定 要联合英国法国 联合苏联 联合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是苏联的干儿子 去消灭日本 消灭意大利 消灭纳粹德国 这个决定 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做出来的 那么真正的执行人 是一个Harry Hawkins 这个人啊 毕业于 Iowa Iowa州一个很小的学校 这个学校一般人都不知道 学校还挺好 中国人肯定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上海 中华民国上海最后一任的市长 这个人后来有传言说 跟苏美龄有暧昧关系啊 后来老蒋把他反正也 把他给打露冷宫了 吴国珍先生 吴国珍先生留学美国 就是那个学校毕业的 当然吴国珍比这个Harry Hawkins要晚 他俩没见着 但是他们学校的名人当中 有吴国珍 所以这个当年克莱是不错的一个学校 是个文科学校 所以他教出来这个Harry Hawkins 在纽约从政的时候 负责给纽约的这些灾民 发救济款 他的主张 他相信的这个人生的哲学 就说人如果你只是给他简单的发一点救济款 不让他干活 或者他找不到工作 干的话呢 他没有自尊 如果你让他感觉到通过自己的劳动 获得了一点政府的补助 他有自尊感 他有可能还能爬起来 可能很快就能爬起来 获得自信 找到更好的工作 自己创业都有可能 一个人如果没有自信的话 做生意是不可能成功的 打仗肯定死 执政也赢不了 所以这个人的自信心很重要 这是他的 这个Harry Hawkins 他的这个 他根据这个理念 设计了很多 发放救济款的这个方法 那些没有工作的 吃不上饭的人 到这来领了钱 去干点活 修个公路 修个飞机场 所以40年代 三四十年代 美国联邦政府 那个罗斯福新政 搞了很多这样的事 很多的基础设施 是那个时候 做成的 就是要给灾民 一点自尊 我们中国很快 会进入这个状态 有心人要研究一下 这个思路 中国人是不是能够 也实验一下 以后 比如说下一次 我们真的有灾难了 吃不上饭了 很多一个棒小伙子 失业了 吃不上饭 你去领点救济粮 他再说 你去能不能到旁边 去给我修修路 补补路 那个桥 你去参加那个修桥队 你参加一个 什么 你干点活 你哪怕去种个树 在中国种树 这他妈是绝望 下一个 习近平又来一个退离环 那树又得砍了 这莫名其妙 中国人他妈就没法整 我希望有些人关注一下 这个挺有意思 因为人性很复杂 人性非常复杂 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宗教信仰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阶层 不同的统治者 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律可循 所以我希望有些人 关注一下 发放救济款 怎么样发出去 这个救济款 取得最佳社会效果 这个Harry Hopkins 年轻的时候试过 非常成功 所以得到了 罗斯福总统的器重 把他拉到身边 你给我做财政部长 你就干脆住到我家里来 住到白宫来 咱俩24小时 我随时叫你 你就来跟我咱俩聊聊天 但这个人也蛮有意思的 这个人也没高瘦 活了55岁就死掉了 55岁 你看他生活条件那么好 死的原因是胃 癌 他很瘦 你搜出这个人的照片来 是很瘦 为什么呢 吃不紧东西 他的胃得了癌症 当时的医生 就没别的办法就切掉 把他四分之三的胃给他切掉了 他的胃 正常人的胃这么大 他的胃只有这么小 你想他吃不了东西吧 最后那个癌症也没治好 做了手术 切了胃也没治好 估计扩散了 55岁就死了 我认为他 辜负了总统的重托 其实当时应该更慎重一些 要不要支持苏联 支持苏联这个政治后果太大了 一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 还受这个决定的制约 我们现在这个苏联体制 我们穿着苏联的小马甲 接受共产党领导 共产党后来这个人世主 变来变去 选出了一个习近平这样的人 当最高领导人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人 可以制约习近平 如果习近平错了 你只能让他错下去 这个疫情就是个最好的参考 他说他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这场抗议 动态清零三年 没有人能够说服他 没有人能提反对意见 没有人敢提 今天要退零还耕 要把人民的坟地给平掉 种粮食 平掉一个坟头 多打十斤粮食 你图什么呀 为什么要这么干 没有人敢给他提意见 所以他只能一直挫下去 挫到头 这是中国人最倒霉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倒霉 这就是苏联体制 为什么苏联体制在中国推广 还不是因为苏联战胜了吧 如果当年美国 不是无条件的支持苏联 而是保持中立 如果美国保持中立的话 纳粹德国早就把苏联给消灭掉了 苏联一灭亡 那中国人的命运 肯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他随便怎么做政治选择 他也不可能今天这个 这么糟糕的一个情况 所以大家知道吗 真的没有声音啊 这是捣乱的 还是误导我的啊 还是真的没有声音啊 有的人说有 有的人说没有 那算了 那我就先这个 那我先聊这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声音啊 我看着啊 我看着很好啊 网络 我看着信号很足啊 怎么可能没有声音呢 好 微信听到了 简单说两句 这个克雷木林宫上空的 这个无人机轰炸事件 我认为 爆炸肯定发生了 无人机发生了 但是拍的这么清楚 这个有点奇怪啊 现在是各种说法都有啊 普京说是泽兰斯基来炸他 泽兰斯基说我没炸你 所以这两边 两国政府啊 这个说的话呢 都矛盾啊 咱没法判断 有人说有可能是 乌克兰的特工干的 但是乌克兰的特工要是干的话 怎么解释 这个视频拍的这么清楚啊 还有更清楚的 还有人发出这个视频来说 你仔细看 那个房顶啊 他炸的那个建筑 他不是一个弧形的一个圆顶吗 有人在这个房 那上面有人在往上爬 那个人都看出来了 那个玩意不知道是真的呢 还是后人伪造的 这也没无从判断 这个奇怪 这个拍的太清晰了 这是 所以有人说有可能是乌克兰的特工 这是一个可能性 也有人说 有可能是俄罗斯 地下反普京的人干的 如果真的是俄罗斯人民 反普京的人在琢磨这个事 再这么搞的话 那倒是我最希望的一个情况 我这个呢 就说明什么 说明俄罗斯的暗杀队在行动 这次没得手没关系 再来 还有别的机会 所以 这个可能性 现在呢 也有 但是确实没法 做一个准确的判断 所以这个 大家关注这个事吧 行 我明天要上大纪元的一个金牌节目 要讲这个资博 要讲这个资博烧烤这个事 我有重要观点要发布 我认为这个是习近平命令他们那么干的 否则的话 一个三线城市的领导 不可能有这么大胆的决定 这么雷厉风行 这不符合现在一个三线城市领导的执政风格 行 咱们今天先聊到这 谢谢大家 可能这个直播遭到了小粉红的破坏 音质不太好 我自己检查一下 谢谢大家